可以看到在桃園机场里的这个蓝色货柜 五白色门上面有写着裁剪室 而这里就是唾液裁剪的地方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从9月1号开始 在机场针对入境民众的肺炎裁剪 从咽喉柿子改为生喉唾液剪体 卫福部也PO出影片 教导民众如何进行唾液剪体裁剪流程 首先是用酒精仔细的消毒手 在打开剪体盒盖清出喉咙的唾液以后 让唾液停留在嘴里约一分钟 再把1到2毫升的唾液吐进剪体盒内 而过去的裁剪方式 医护人员会拿棉棒伸入喉咙 再擦拭咽喉部位以取得细胞 其实这个方式会让民众非常不舒服 但现在民众只要吐出唾液就可以 不仅可以让民众不用承受插喉的痛苦 也可以减少医护负担